Hello,大家好,我是标记的小林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企业带来的效益提升已越来越凸显 作为实验室检测仪器的领先行业广州标记 我们已经在三年前就开始研发实验室检测仪器的物联互联攻坚克难技术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这项物联互联的攻坚克难技术已经完全攻克 可以正式的投入双用 那么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看这里就是我们标记的数字化实验室啦 很宽敞很明亮哦 走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看起来已经在正式应用了 那我们来采访一下这里的负责人吧 Hello 雪儿 Hello 小林你好 我们标记公司是基于什么考虑来自主研发这个数字化实验室的呢 我们标记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让我们所有的检测设备的仪器都形成了系列化 那么品类也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为了更好的提升客户体验呢 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实验室的检测设备都能够实现互联互通 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 比如说是在线检测 远程操作 数据分析等等 那接下来就让雪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好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登录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平台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功能 比如像系统管理 设备运维 设备管理 通告 还有跟实验体验 实验室相关的一个体验的营销 预约的公司管理 云端教学 任务管理 现象测试 数据反馈和共享 那么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这个系统可以把实验室的所有设备都能够连接起来 可以看到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设备 我们看到哪些设备现在是在线的 哪些是离线的 比如像这一台红外发脱水的 它现在是在线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进到这个设备里面 查看它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详情 跟登录 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进到这台设备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设备跟测试相关的一些模块 比如测试 报告 神经追踪 行程的管理 调试 运维 账户 远程 更新等等 那么进入测试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红外发透水的一个整个的实验详情 它是怎么样的 这些数据的话都是实时上传到平台上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 比如运行停止切换 还有我们可以在线查看报表 打印报表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我们的售后工程师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对这个设备进行一个维护 我们可以看到它详细的一个参数 它标定的一些数值 设备一个调试 详情是怎么样的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系统还有软件进行一个远程的更新 这些的话是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小部分的功能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很丰富的其他的一些功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和介绍 谢谢我们的喜儿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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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